我估计这辈子这是你最高的票房吧 刚刚开始 不能刚刚开始 不能说这辈子 截止到现在 截止到现在 是是是 目前为止 而且就是这个电影局应该表扬你是吧 现在我现在才发现的 说是电影公司 说是投资人 实际上这玩意儿好像跟电影局都很自豪 就是说我们中国电影就像中国经济一样 就一枝独秀 然后说这个国庆党嘛 这个排第一的是夏洛特烦恼 二个是这个港炯 港炯实际累计票房十几个亿了 九层妖塔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数字 看看数字啊 咱们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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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你看 这就是国庆一号到七号 前三位其实差不多 对 九层妖塔现在听说将近七个亿了是吗 没有没有 过六亿了 过六个亿 过六个亿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你看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电影经济发展形势 从2008年每年的国庆党 徐老师 你看这2015 一下雄起到多高 18.51 就是说过去的八年里边 国庆票房增长了十倍 你就知道 说明大家爱国 中国的这个GDP 现在保持在7% 可是中国的这个电影啊 每年30% 这个疯涨劲 有些局部地区是百分之百 是吧 分倍嘛 你看他这个 刚才那个数据去年是百倍 那个过去七年里边是十倍 十倍啊 但是不过你看啊 最近我们老聊这个事 就你看你拍这九层妖塔 就中国电影的这个票房的这种 这种增长啊 哎 我觉得就像前几年 咱们聊这个中国经济一样 是他就是发展的非常急急速啊 跟那个跃进一样 但是好像这个里边啊 又透着点一种 让人不安的气氛 或者甚至是有点诡异的 他们说周妖记 透出一种妖气 是吧 这是 好像有一些让人不安的感觉 是从哪 从哪来的呢 这种不安 从 好像从我们业内啊 会感觉到就是 就市场上 市场的这种爆发 是感觉像是 翻天覆地的 但是呢 感觉就是在 在好电影的创新啊 好电影的创作上 感觉并没有去显示出 更多的这种百华齐放 这种 就 强篇层出不穷的那种那种状态 对 我跟你说 你看我们徐老师 这大学教授多认真 知道今天要谈 这九层 要谈人 薛老师 昨天晚上 自个去买票 他也为你票房做贡献 谢谢 看了一回 是吧 谢谢 不过就看到很头晕 因为我事先不知道这个4D 我从来没看过4D电影 一进去以后啊 这个就晃啊 你知道他这个情节已经很紧张了 老拍悬崖掉下来 雪崩啊 人逃啊 掉水里啊 什么 然后他所有掉的时候 我这个椅子啊 就哄哄哄哄哄哄 就晃得很厉害 我就觉得两个小时的这个晃啊 太久了 就是晃到后来就是有点 是是是 有点 加上情节又很玄嘛 所以就是这个是第一个 我就没想到4D是这样 这个没没看过两个小时的4D电影 而且就是你说啊 我现在对这个3D啊 都很有意见 当然这甚至不光是中国电影 全弄这个3D 可是说老实话 我认为真正值得拿3D看的 还是那个阿凡达 往后看不出什么太大区别 而且它影响了 你看那个墨镜啊 它又颜色又暗 对不对 都搞3D 是因为卖电影票呢 3D呢 它对于这个电影的观影来说 它还是 还是不太不太一样的 但是确实很多 半3D或者伪3D电影呢 确实把这个口碑给弄坏了 确实弄坏了 因为3D的制作其实非常复杂 它要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人物都Roto出来 Roto出来之后 然后再去重新做紧身 然后再去设计 设定它的这个紧身的预算 然后再重新再合成 又要做两只眼睛 所以它其实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工艺 那么现在呢 可能很多电影呢 因为时间啊 资金的原因呢 它就比较把它 把这个工艺给简化了 简化了之后 你经常会看人看着一眨眼 就是没区别 是是是 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真的全部考虑3D的话 制作费会增加的很厉害 是不是 那不是 那个周期会很长 就是其实你包括拍摄的过程中间 你就应该你的分镜头就应该按照3D电影来做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聊电影 你发现了吗 在聊什么 在聊这个视效 在聊这个技术 你知道我的朋友圈里啊 也有一些搞电影的人 从这个电影的公司的老板 到他们这个导演 我就注意到啊 去年的时候我们聊电影 大家还在聊这个电影好坏 说这就是是非成代 对吧 但是到今年 我就发现完全变了 就大概大家在聊电影啊 完全谈的是票房和营销 就是没有 就跟那个我的一些画家朋友在一起 从来不会谈话了 你就说你这个电影的好坏 没人谈 大家谈的是成功不成功 比如今天要祝贺 你这六亿多 哎 陆超成功了 哎 我我想问你一问题啊 就是假如你有的选 就是说你呢 一个电影 口碑好 票房差 和口碑差 票房好 哪个更让你心情好一点 那肯定是前者啊 对我来说还是前者 对 要我就后者了 哈哈哈 肯定要票房好了 你 你还是在乎口碑的 我 我非常在乎口碑 对 啊 那这九层妖塔 也有不少说法啊 对对对 但是我因为比较相信 它是个好电影 你相信 我 我真的是还是相信的 对 你说 那就说 它就是老百姓的口碑 就是陆川心中的口碑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啊 就我刚刚刚从陆演回来 陆演就是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宣传 带着影片呢 去去见观众 走进影厅 就你会发现 就你 你走到一家影院的时候 就是 那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就是不同的电影面前 就排队 是吧 你的电影面前排一支队 就是走到那 然后大家买票 你突然发现票房 其实是口碑的一个 最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东西 就是 因为我们是在北京嘛 其实我们圈里有 自己圈里人的口碑 但是你下沉到 二三四线城市 老百姓的口碑 跟我们圈里人的口碑 不一回事 你现在真是真正回到了 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了 没有 没人服务 因为我当时拍的时候 我是我们一直想的 就是要好看 让观众能喜欢看 我后来发现 不管别人说什么 这点做到 就你走进影院的时候 家长带着孩子 不是家长带着孩子 是孩子带着家长 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不是有那预告片吗 经常的预告片 前面就站着一堆小孩 仰头看着 预告片一放完 那孩子就拽着家长 就买票 就这种感觉 让你特别开心 我问你你像以前你的电影 我们一直都有留意了 比如说南京南京 或者以前有很多电影 是咱们都觉得挺好 口碑好 但是呢 票房不理想 那个时候你又怎么想 豆老师 其实吧 在文艺片导演里边 我算 我算那个票房不错 咱说 咱说南京南京啊 当年就一亿七八呢 在那个时候 一亿七八还是 好像 不比今天的十亿差 是 那不 他是09年 09年的一亿七八 算现在也几个亿了 对 几个亿肯定有了 所以就说 我觉得 得意双心还是有的吧 看来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中年危机 就是说 我现在觉得 为什么我们爱聊 这个电影圈的选择 因为啊 好像你们是一些样板 你传递给我一些啊 我在这个社会 该何取何从的 一些个参照 你比如你看一个导演 说这 咱是不是不能跟钱为难呢 咱是不是不能跟成功为难呢 你看他的选择 他是投向了商业 还是坚持他所谓的这个 这个少数的艺术 好像直接就会对我们生活的选择 产生影响 所以我就觉得 你有没有这种焦虑 就是说 哎呦 是奔着那所谓艺术呢 还是奔着广大 二三项劳动人民 咱得让他们满意呢 我觉得这种 这个问题确实很尖锐 确实很尖锐 但是我想说 就是做这个电影 我还是由兴趣来的 你觉得是你自己想拍的 是我 因为我确实觉得 说白了 如果你真的是想说投靠纯商业 我觉得有很多条道 要比现在选择这条道 其实要更容易成功 因为鬼吹灯完全 这套技术 技术派的打法 是我以前是 没玩过 从来没玩过的 他只是我心里边 特别好这口 当年我看阿凡达 其实这种爱好是积累起来的 从这个看这个大白沙 一剔 外星人 第三类接触 诸罗纪公园 然后去看勇敢者游戏 当年的 是吧 就这些片子看的看 当看到阿凡达达的时候 就觉得信仰无比 看来你也是真喜欢这类东西 我记得那时候在北京 我记得是在 在双井还是哪 双安 不是双井 在双安那剧场 指环王从第一部 晚上 指环王从第一部放到第三部 三部片连放 你都干 我会去买那票 一看看九个小时 从晚上进场 然后看到早上天亮出来 我喜欢那 就是所以这次呢 有这样的项目的时候 我是真的义无反顾的 就扎进去了 原来也是圆一个梦 圆一个梦 咱们现在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你看了这电影了 你不吐吐槽 我呢 就是因为陆川是在中国的导演 这个整个这个群体里边 在我们的印象里 你是代表文艺派的 而且是比较突破性 所以你那个时候的可可西里啊 如果用刚才那个孩子 拉父母进去看的比喻 可可西里是就是大人自己看的 小孩也不带进去 南京南京呢 是大人带小孩进去看的 小孩看不懂 大人会告诉他 你应该这样看 这样看 现在这个电影呢 就像您说的 小孩带大人进去看 大人无所谓 小孩开心就开心 而且那个小孩呢 我还在想 因为我看了具体的画面 我想要小孩太小 尤其女孩的话 晚上要做噩梦的 又不适合于太小的小孩看 但又不适合于 十七八岁进了大学以后的 那些人看 我估计是鬼吹灯的读者群 他们在小学中学的时候 读了书 现在他们长大了到高中了 他们要看你这个电影 那是最适合的观众 还真的不一定 还真不是 不一定 你知道有个人叫张志远吗 我给你讲讲 他写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这个人写的文章还挺好玩 叫为什么九层妖塔 这么多人吐槽 还能卖到六亿以上 你知道他讲的这个 很值得我们思考 他就说 这个简单来说吧 就是他的结论 就是什么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抱着偏见来欣赏电影 那么你的结论就是观众傻 他说 但是你们这些所谓的精英 包括这个鬼吹灯的这个所谓这些粉丝读者 你们应该清醒了 他的概括就是精英在评论 大众在消费 你们明白了吗 他说谁都可以有谁的偏好 对吧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偏好当成这个偏见 指导你的人生 你在现如今这个社会 您呢 就不会混得顺风顺水 你知道吧 所以他这是这意思 他说决定一部票房高一部影片票房高低的 这个不是朋友圈 不是你的朋友圈 也不是鬼吹灯的小说粉丝 而是基数更广大的路人群众 所以他就说 这个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从业人员 你应该高兴 九层妖塔能卖到六亿多 而且你应该反过来想 就是据说有人说九层妖塔文系不好 说看的特效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反过来想如果特效不错 文系不好 还能卖到六个亿 那么以后如果你特效做好了 故事再讲顺流了 那不得十个亿都不止 所以他就说这印证了一个趋势 这到底在赞扬还是批评 你就你就我要问问他高不高兴 他说这就证明中国特效大片的时代来临了 然后你知道他讲的一些话呀 让我觉得为什么对我们的人生 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焦虑啊 他就想啊 你说马云这个人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 虽然气人哈 但你还不能不承认他挺会说话 他说你看 正如马云的一次讲话 抢钱的时代 哪有功夫跟那些思想还在原始社会的人磨叽 只要是思想不对的直接过 看不到商机的也直接过 是吧 然后就说 马云还说过这样的警句吗 说鸡叫了天会亮 鸡不叫天还是会亮 天亮不亮鸡说了不算 问题是天亮了 关键是谁醒了 你明白这意思吗 有什么天亮不亮 那是地球在转而已啊 不是 我理解他这意思 就是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上 就一个时代来临了 一个时代来临了 就你能不能先意识到或闻到这个味道 对 你像你在我心目中过去感觉是拍文艺片的 票房高了应该就是你的罪过 对 不合适 但是现在你算不算转胎了呢 我 我真 我真自己觉得不是转 我是觉得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别爱好 就是我觉得 以前是人为的把文艺电影和商业电影 或者说娱乐片给割裂了 可是在好莱坞所有的娱乐大片 studio电影 全都是找文艺片出身的导演在拍 你可以查无一例外 这是一个成熟体制工业体制选拔导演的一个 几乎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规律 对 可是你怎么解释 现在的一些评论就在讲啊 说你看好莱坞的很多大片 是口碑也好 票房也好 但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这个票房井喷呢 出现一个很诡异的情况 就是高票房低口碑 高票房 我是一个过程吧 我觉得 就是你比如说口碑特别好的电影 低票房 对吧 对 因为跟老百姓的那种日常的常态性的 他希望的消费 他有个距离 然后这边呢 跟他的消费非常有 非常有直接的关系 能触到痛点 触到笑点 触到这种视觉的要求 但是呢 可能精英的 批评家 可能对这个 他又有所批评 但是我觉得 原来是只有这一边 现在呢 这边开始出来了 那么我觉得未来是会有一种 弥合和这种缝合的这种时候 你比如说 我想你可能也会考虑 你对港窘的这个成功 你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中国 对于中国老百姓 对于喜剧的这个需求 是一种刚需 这是一个刚需 就是你得知道 就是在中国 是太多人需要释放这种东西的 喜感社会 有人甚至这样评论 对 因为我们是被春晚培养起来的一个社会 你这个发现有意思 是被这个社会培养起来的节目 相互培养 这个在这个 这种文艺作品跟人民群众互相都是有关联的 互相培养 所以我们是被春晚 被大批的喜剧相声演员培养 本山大叔培养着来了 所以这个社会 尤其这个社会 其实一方面经济在发展 但社会矛盾层出不穷 它底层其实很 我觉得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舒服的 或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个社会 需要一些出去发口 所以我觉得喜剧是这个社会的刚需 所以喜剧片 在我看来至少还有十年大卖 所以你看 他还是考虑 我觉得考虑电影 考虑社会的 其实我问你的还不是这个事 所以你看我就说 我们聊的都是说 徐征现在是个成功者 说徐征当年还搞舞台剧 搞这个话剧 什么资本论什么的 他是个真正搞艺术的文青 对吧 但是呢 人家现在有人说 他现在是个点睛师 就是这个资本运作 已经到了 比方说也有人讲 就说这个港炯 在这个豆瓣上的这个评分 好像觉得笑点呢 没有太炯那么多 可是呢 实际上票房如此之高 可是实际上就等于 你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到这种诱惑 就是现在啊 很多时候是资本在画市 你比如说听说这个徐征 拍太炯的时候 只是拿到一个王长田 什么光线给他10% 还是什么一点很小的份额 但是现在他拍这个港炯的时候 他已经是自己成立了公司了 然后他自己可能拿47.5%的这个票房 甚至哎呦 我都听都听不懂 他又拿他的票房 参与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的一个控股 然后呢 这个公司可能是用1.5个亿 买下他在这个票房分成当中 所占的这个份额 反正啊 听都听不懂的事情 咱就知道啊 这玩意很厉害 是吧 就是说 不明觉厉 不明觉厉 你作为导演 你现在考虑不考虑这些资本啊 这些票房出来之后 这些问题 他一定要考虑 这些呢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我 我 我个人啊 我觉得就是 这些才技啊 对我来说 还是过于高深了 就是我 我自己呢 我还是希望做一个工匠 我很享受这活 就比如说您您看那个这个电影啊 您能感觉到我其实还是很爱玩这个怪兽 就我我我好这个打磨这个事 因为我觉得现在拍电影虽然我我相信在财富面前 徐导跟我呢 这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哈 他现在已经被人称为资本大鳄了 徐征 但是 但是呢 就说我想说的就是 呃 但是在这个 可能我觉得 数业有专攻 就我更希望我能够 我更 我更享受的是 就在做这个活过程中间体会的东西 刚才我说到 我说在财富上没法比 但是 现在我能够通过拍电影 做拿导演费挣到的钱呢 还是能够让自己过上一个正常生活的 那但是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拍电影的过程给你的乐趣还是挺大的 其实你们刚才讲 我真的都理解 一个有才华的导演 想试试不同的类型片 嗯 很容易理解 你刚才讲的那徐征 马云他们的逻辑 钱哪里多就往哪里去 这也很容易理解 最多我们在发生个抱怨 就是说太阳出来了 太阳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睡了 对对对对 我们就成白鹿的感叹就出来了 对对对 我是没想到 年年陆川现在也是高票房导演了 对吧 没想到他还说 我这财富跟人虚争 还是没法比的 因为这个确实 他 像 像这个港炯啊 因为我这次做 就一脚跨到这个商业电影的领域啊 就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就比如说 我的制片人会非常 你听这话都很严厉的 我不知道台长会跟你这么说 没有 就说导演 呃 你在艺术片那呢 是有积累的 但你在这个行当里 你没有积累 你是零积累 就是 制片跟你怎么说 制片人 我在想 我在想 电影不就是电影 我这儿的积累跟这儿 他把这儿画了一条线 他自己心里 你啊 艺术片 可能电影节主席你都认识 选片人你都认识 但没有用 燃病软 你在这儿 观众认不认你 就是 然后他 但是我 院线认不认你 院线经理认不认你 这个很重要 观众认不认你 然后呢 就是 所有的资本认不认你 所以当时我记得 我们出发 拍这电影的时候 九千万预算 哎呦 真的 就是我这剧本 搁在这儿 九千万 他说导演 真的 你现在是个新人 你一定要把自己 当作新人 新人能够拿到 九千万 去干这么一个 挺出格的事 你已经为 要为自己的颜值 鼓掌了 这太残酷了 咱们去下广告 《青青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哎 你看不是我说你以前票房不好啊 我觉得就是他这评论里讲的 我觉得这是咱们以小人之心 夺夺君子之父 你看他说什么 其实还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九层腰塔成功 有一部分原因是针对陆川的 因为陆川之前的几部戏 王的盛宴 南京南京票房都失利了 但是你看他家伙说 但这次他成功了 这个圈子就是这么现实 这么势力 不服气也不行 无论怎样 陆川这次已经坐稳了第一梯队导演的位置 接下来陆川不愁大片拍了 并且可以跟沃尔善平分秋色 沃尔善是谁啊 沃尔善可能也是一个拍那个视效大片的 我是想到这真是很残酷啊 因为我觉得以前啊 我们看导演分贝啊 都是比如说他都得我什么讲 他都得我什么讲 他艺术上有什么成就 现在直接这套整个评价体系 全部被粉碎了 就是你有多少票房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 别人一聊啊 就开始说到很多 我觉得这种压力是很多 我们这些终生代导演都有的 就因为一批年轻的导演崛起 票房都特别好 动则四五个亿五六个亿 甚至有十亿 十个亿 然后呢 就是说许臣啊 宁浩啊 宁浩其实 宁浩其实 煎饼侠啊 什么大鹏啊 郭敬明啊 这些韩寒都出来了 像小锅 四部系 累积票房 小二十个亿呢 就是这突然之间 就是整个评价体系 全数字化了 它不再是 而且呢 他们拥有的这个观众群体 然后他们拥有的这种影响力 都跟那个是经典时代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 我坦率地说 我觉得我这次出来拍这样的片子 如果说 我带着一点什么想法的话 我确实带着一种 就是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们这帮人得突围 是 真的 我是带这种 有危机感 突围的心态来干这事 要否则就是 你接下来的就是这个话语的 就你想你想通过电影表达你的这个空间 就会 它 它绝对不是放大的 它是绝对绝对在缩小 你觉得 你想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又觉得突围了以后 你还得回去 就是说价值观是多元的 对 世界的电影工业都是这样 虽然票房不断地杀新 很多很多王 但是还是有一条 好电影 好导演那条 现在 是的 你的南京南京 绝对好过九层 要躺那时 不管 他怎么样的评价 但是票房不承认了 票房其实也很好 那个时候的一点几亿 根本不比现在差很多 一点几亿和六个多亿了 但是跟这个 我膨胀比 跟整个环境比 反正你现在心情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